簡單的詢問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分享的是 因為現在執政大概近半年了 那有沒有覺得比較困難的 就是在執掌這個衛福部 衛福部 對 那個蘇衛福 太不好意思 作為指揮中心的 慢慢來 不好意思 就是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比較困難的地方 可以分享的 對 數位不 去年八月成立 那去年八月大家可能記憶最深刻的就是 因為佩洛西議長來訪 所以我們遭受到大量的境外的完工 大家可能也記得說 當時有一些部會的官網 突然之間連不上 而且還有車站 甚至Seven都出現一些篡改的訊息 所以當時當然是非常困難 因為那個量是以前沒有見過的 在一天之內就23倍以以前的監控值 那所以不但要幫助各個機關 而且在他們開始軍演的同一個小時 我們數位部的官網在那個小時上線 那當然我也很公開說 因為我們採用新的技術 所以一秒鐘都沒有中斷過 結果這個講法一鍵包 很多人免費幫我們測試 不過沒有關係 還是一秒鐘都沒有中斷過 那這也找出來我們這一套新的方式 包含運用website的IPFS 確實是有效的 那也能夠幫助其他機關 來找出因應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當時包含IPFS 這套系統的維護者 Protocolabs 或者是在全世界很多的地方 正在用這個技術的人 都來寫信跟我們說 他們不但捐自己的銀碟 捐自己的連線 幫助我們抵抗這種攻擊 而且在技術上有任何我們需要的 他們就不計酬勞 而都願意來幫助我們 那這是蠻感動的 這個是我在去年六月 在意大利有一次 跟包含英國 美國 烏克蘭等等的 一些數位方面的一些領導人 我們有一個討論 那那個討論就是在說 我們必須要用聯防的方式 一起來想新的架構 而不是好像被各個擊破這樣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了解 所以這個事情或這一題 應該是可以算是印象最深刻 也算是最後處理完覺得最滿意的 對就是當然挑戰非常大 但是我們就發現說 整個民主陣營 不是說好像簽個什麼 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網際網路未來宣言 不是宣誓性的 而是說那個宣言裡面 講到的聯防等等真的有做到 所以其實就是 未來這種國際間 或是說 跟民間之間彼此的責任 守望相助這樣 其實是比起丹拿獨鬥 還要有效 然後也是趨勢這樣 不只是 而是它讓防禦的成本減低 也就是所謂的非對稱作戰 那在以前 好比像說我們單電的防禦 那攻擊方的資源只要比防禦方多 那防禦方就會被迫投入更多的資源 而且呢 你投入資源要在每個環節 你哪個環節稍微投入少一點 攻擊方就集中攻破那個資源 所以那個攻擊方是比較有利的戰場 那但是現在我們如果採用聯防的架構的話 所有的防禦方其實可以說是共享同一個 包含IPFS 包含Cloud Flare等等的這些架構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攻擊方看到 這個全部都是聯防起來 他們就要投入不成比例的高的資源 比方說 IPFS 全世界可能二十幾萬台電腦 你每個都要阻斷它 而且是分散在完全不同的國家 那這個幾乎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而且如果真的成功阻斷了 那包含Web3所有NFT就一起斷線 所以就是它造成的那個連帶損害會非常高 那所以這樣子透過一個非對稱的方式 防守防守不用再投入那麼高的資源 那攻擊方就會直難而退這樣 好 那我了解了 那 接下來想要問那個最近就是比較夯的一題 就是那個Chase GPT 對啊 對 因為這個還蠻新的 那我不知道說 部長會怎麼看待就是這一類型的AI聊天機器人 對 那你會覺得說它會是人類的幫手 還是說它可能會造成某部分的威脅這樣 或是取代文字工作者 對 對 我想大型的語言模型 LM 它是非常擅長於換句話說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 好比像說我在給一些演講致詞稿的時候 我最近也有用Chase GPT 一方面我可以請它幫我去轉換那個Style 就是它的文本的一些風格 它不像說改成押韻的 改成詩句 改成什麼之類的 這就很有意思 但是內容還是我提供的 又或者是說我可以請它挑戰我的觀點 讓我就是我如果思考受局限的話 它可以說還有哪些你可能沒想到的 那它的論點我又可以再挑戰它自己的論點 所以就是在一種發散式的沒有固定答案 標準答案 只是要打破我們自己思考的關係的時候 那確實運用Chase GPT是比用搜尋引擎 來的好用 因為搜尋請你每一篇要點進去看 那它等於幫你把點進去看的 全部整合成一張可能有點模糊 但是輪廓在那邊的一個圖像 這樣的用法我覺得都相當好 那但是也是因為它輪廓有一點模糊 所以如果是收斂性的 就是有標準答案的問題 而不是剛剛講發散性的發想的這種東西 那它很可能就會亂掰 它可能就會搞錯 那它如果搞錯 又沒有附上正確的來源 或就算它附了來源 你也沒有點進去很仔細的Fact Check它的話 那它就會養成一種惰性 就是好像它講的一定是對的 但是事實上它只是憑印象而已 那所以只要你問到很精確的數字啊 年份啊什麼的 那我覺得就還不如維基白科 因為維基白科有一套實施場合的機制嘛 這樣所以我覺得就是要明確的了解它的用法 那但是呢不要覺得說好像它講的都是對的 這樣 對因為現在好像就是蠻多學生會開始用這個做報告 就是直接把它輸出來的文章就直接貼出去 那好像很多教授可能也不見得看得出來 那個是到底是學生寫的還是這個界線寫的 對因為如果你是打關鍵詞找前十個網頁 全部靠起來那個摘要然後貼進去 教授一看就知道這一定搜尋引擎出來的嘛 但是因為GPT它額外的能力就是換句話說 所以它可以把完全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換句話說再講一次 那這樣子的話當然從教授的角度 它付出額外的成本才能夠知道 這是不是合成出來的一個論述 但事實上它做的事情其實也就是網頁摘要而已 那如果說就是那你覺得它有沒有可能會取代要就是人力啊 或是說人的工作 像有些人會覺得說他可以寫文章啊 那可能就不需要作家 或是說他也可以寫新聞下標題 會到這種對應該是說任何人來做都一樣的工作 好比像說你看一個純粹數字型的 好比像說股市是幾點啊 上漲還是下跌啊等等 那任何人來寫幾乎都相同的那種報道 那這樣當然就是你寫的時候可能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這種事情當然去GPT就很適合做 那但是每個人寫有自己不同的觀點 有自己的take 自己的角度 那當然你寫出來是代表你的全部的體驗 你自己從就是出社會到現在累積出來所有工作的總和等等 那這種的話我常常說AI在這裡就是assisted intelligence 它就是一個輔助式的智慧而已 它就是幫你去好像我們的研究助理那樣子去找資料那樣子 但是最後要怎麼take那個角度是什麼 還是寫文章的那個人來決定啦 所以我是覺得它就是一個會換句話說的搜尋引擎這樣 其實沒有我們想像的就是這麼可怕可以取代真的取代人力或是說人腦啊這一部分 就沒有到那麼嚴重 因為在設計的時候它就是設計來輔助的 它並不是設計來代替人類來做決定的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整個社會現在比較接受它 如果它一下子就說那我就是可以做判決這個 都非常的準確什麼之類的 那只要它出一點點事實上的錯誤 那立刻就大家會抵制嘛 但是現在大家之所以不抵制就是因為 不管是ChairGPT還是NewBain裡面的Promesius的那個GPT 它都完全是一個它很快承認錯誤 然後它也說它很可能有錯 你糾正它它會跟你感謝等等的這樣一個態度 好 了解 那再來就是想要看到說 那它對資安是不是也會有一些影響跟風險 因為我看它可能會去寫出可能更難辨真偽的就是調查件 或者說讓駭客人們看便利 甚至假新聞的這個散播的速度 或者說大家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去做這些事情這樣 其實這個並不是新的事情 在有像Photoshop這種技術的時候 或者是稍微延伸一下動新聞這種技術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了解到說 不是隨便哪個照片配上隨便哪句話 就表示那個照片真的發生過 因為Photoshop實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我覺得它會產生你所講的這種威脅 只有在一個情況 就大家不知道機器可以合成這種東西 但是如果大家已經很明確的知道 這可以很容易的機器合成 就是為什麼之前科技快樂辦公室 不是找了一個演員然後去扮演我 然後用一個很基本的手機跟電腦 就可以defake成我的樣子嗎 那那個是一個宣傳片嗎 我也有貼出來 那為什麼當我們要拍這個 就是因為你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就好像接種一個疫苗一樣 心靈的抗體就出現了 所以以後就不會覺得說 你只要看起來好像他們在講話 就一定是他們講的話 因為現在合成這個實在是太容易了 對那所以我想這個就是心靈的抗體 是有賴於就是各界都有體驗過這種工具 甚至是多運用這種工具 那這樣你看到這種工具出來的東西 就會知道說沒有啊有需求做有這種工具 但是這一定是合成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工作很可能就是 要確保說不是那麼容易複製的 你就算看到釣魚郵件你給連結 你也一定給不走的的那種身份認證上面 比方說我們現在不是在推零新任嗎 所以密碼也許容易被騙走 但是如果不是密碼 而是一定是鎖定這台手機 或你手機上面裝行動自然的憑證 或者是健康損者等等 那它還額外的你可以加上生物的辨識 感應你的指紋 那再加上這個你的行為的模式 好比像說我簽公文都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簽 但是我不可能我現在在這邊簽 我忽然之間同一個人同一個手機同一個指紋 突然跑去烏克蘭簽 這就不太可能 那所以我們的軟體也會偵測出來說 那這個行為模式顯然有誤差 所以即使是上一份工文可以簽 這份工文因為我的連線行為不同 也不讓我簽 所以就是從身份的從設備的從行為模式的 這三段驗證都不像傳統的帳號密碼 那麼容易被釣魚釣走 那你切換到這種難以被釣魚釣走的 就有點像我剛才講的 是切換到一個對防守防有利的這樣不對稱的作家 所以其實就是它會引發對這樣的風險 都跟現在的就是現行發生的事情是差不多 那防禦的方式啊 或者說比如說人民可能要有 視讀媒體或視讀科技的能力 其實還是一樣的嘛 還有就是說服務的提供者 就不能夠再完全用帳號密碼 如果你只是用帳號密碼的話 那你就幾乎可以想像 就是大片啊 你剛剛講到釣魚郵件啊 那個合成啊 甚至打個電話 要問你什麼解除分歧啊什麼 那這個以前如果是錄音一聽就聽出來了 但是現在如果是即時的語音合成的話 它幾乎沒有什麼成本 所以聽起來可以非常的自然 所以只要你能夠在電話裡面給得出的資訊 包含帳號密碼 大概就一定會被釣魚釣走 但是我剛剛講到的 包含這個生物特徵的身份 或者你的手機 或者是你的行為模式 都不是在詐騙電話裡面給得出去的東西 那那樣的話 就算這個詐騙電話再逼診 你也不可能被騙走 因為這些東西 不可能在電話裡告訴別人 好了解 那就是現在是CHATGPC出來了嘛 像Google跟那個百度 他們也都有分開要加入戰場 是啊是啊 很多科技公司 他可能也會開始去開發這種生存AI的科技 想要知道說全球好像都開始在做這種AI的軍備競賽 那我們台灣的位置 會說數位部這邊能夠做的事情會是什麼 有像國科會之前有說 我們年底也要加入 那數位部會幫忙什麼 對其實這個我之前在 其實有一次跟孔院士 應該是在人工智慧學校年會 的時候就有談過這一題 那確實國科會的國網中心 包含他們的GPU的那個算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全世界都有很多 並不是這些科技大廠 但是其實是有很多我們自己的 像我們20種國家語言的這些需求需要照顧 那我們20種國家語言裡面 不管是台灣台語啊 或者是科語啊 原住民族語言啊等等 你如果去跟CHATGPC聊的話 他很多時候會亂講 就是因為在訓練的時候 這些語言的語料 並不那麼充足 那這個是全世界都碰到的問題 我最近才有跟印度的這個 阿比希克就是他們負責數位的一位朋友 也有聊到 那他們也是說 他們也是二世紀中的 所以他們自己也必須要建立 相應於這些的大型語言模型 那在這些模型上面 我覺得台灣的優勢 是說我們有很好的軟體跟硬體的整合的這種能力 我們也可以去研發出就是強化隱私的那種運算方式 就是說我們可以大家合在一起訓練 但是彼此都不一定會看到 彼此的任何個資或隱私的技術 那這種隱私強化或說銀碼的這種技術 我覺得是我們很值得來投資的 那這也是蘇維布的一個重點 所以不管是資安院或者我們部裡面的各司 對於強化這種就是我們的銀碼技術 包含產業署導入在電商裡面導入這些技術 這個我們都是可以第一時間提供 它在實戰場域的這個feedback 那當然國科會因為四年以上的這種基礎研究等等 當然是國科會在負責 但是我們這兩個可以配合得相當好 所以就是國科會可能主要去打造這樣的技術 那我們蘇維布這邊比較算是一個 找到那個應用場域 應用場域跟它怎麼像個資或是資安風險的部分的技術在進去 對就是說資安的部分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如果你不必要的收集了或處理了個資 那你才有守護這個個資的資安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不需要收集或處理這些個資 我們只是加在一起去做機器學習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所謂聯邦式學習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資安風險就大幅降低 因為你就算被駭客打進來 你也只能看到訓練過的那個模型 你完全看不到本來的那個個人資料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比較沒有個資的這個問題 所以引進這種隱私強化的技術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核心工作 好了解 所以對於就是 因為國客那邊是說 希望今年內可以推出台灣的版本 你這邊是覺得是很有可能的嗎 就我們現在到底有沒有具備足夠的資源做這件事 其實國際上需要解決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很多種國家語言的這個情況的朋友們 其實很多科學界它會加起來 所謂的一個叫做bloom的這樣一個模型 那這個模型就跟特定的私人企業大公司有一點不一樣 它有點是在科學界大家都可以共享的 然後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少數語言加在一起來訓練 或者是用聯邦學習的方式來一起訓練這樣 那所以這樣子的做法 以我所知國王中心台智雲那邊已經成功的在那邊 加設了bloom的這個模型 所以接下來主要還是要怎麼解決它的 就是資訊來源的偏見的問題啊等等的這些 比較屬於策展方面的這些工作 但你如果是說運算能力的話 當然在就是國王中心已經有這樣的運算能力 但是我們的資料控制夠大到 有辦法像ChaseGPT一樣就是可以回答得這麼自然 然後收集資料的這個能力有辦法到達像這樣子的 就要看哪種國家語言嘛 那但是好處就是說 舉例來說像智慧中心指責會都有手語的翻譯 那這個時候包含它的手語翻譯 當然還有特語翻譯嘛 然後還有它的字母等等 那這樣子的就是多種不同的語文它的平行語料 這種越多 那你在就是量比較大的 好比像說華文的這邊的這個資料 但是你配上一些平行的語料 那你就可以同時照顧到 有當初有提供這麼多翻譯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按照你的用途而定的 但如果只是換句話說 而不是說給出百分之百的標準答案的話 這個就比較容易 了解 所以其實比較難解決可能是多個語言 他們要怎麼去互相翻譯跟對接 對 就是說怎麼樣確保說 好比像說在很多電話專線的情況下 特別是一些長輩 他如果打免付費電話 那他講的那個語言 很可能是他最熟悉的語言 而且他最熟悉的強調 那怎麼樣確保說 對面這個街的客戶服務的人 不管他的就是母語是什麼 都能夠透過機器翻譯 或甚至機器合成一些回答 然後讓這個打電話的長輩 覺得真的有被照顧到 那這個就是大型原模型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實際的用力就是像我剛剛講到說 也不會試著去找一些像這樣子的用法 好 那就是延續剛剛就是這個跟資安有關的議題 這個是比較近期發生的 就像Iran啊這些 他們都有一些個資外協 其實剛剛也有講到 我們那個產業所那邊會引進一些印馬的技術 對Iran很有意思 Iran是我自己在過年的時候接到國外的記者 說有一個白帽的一個資安研究員發現這件事情 那我就立刻請同仁去處理 那確實也一小時之內就處理了 那有了這個之後 那媒體就報導嘛 說社會部有一個TWSIR的這個機制 所以到了格上的時候 就是國內的白帽的這一位朋友 他直接去聯絡TWSIR 然後就不需要部長來轉信了 那然後也是很快就處理了 那我覺得很好的就是說 因為有資安院的出現 所以在格上去就是陸政司隊他們做行政檢查的時候 因為各自法裡面已經說行政檢查的那個主管機關 可以帶資訊的專業人員嘛 所以就帶了我們社會部的人去一起做行政檢查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就真的可以去督促它 有解決我們叫Root Cause 就是根本原因啦 不是說好像這邊資料庫忘記鎖密碼 我就鎖密碼就好 而是說要全面的去看說 包含你剛剛講到一碼技術是不是要導入啊等等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給出比較專業的這樣的建議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聯繫的狀況蠻好的 就是國發會當作這個聯繫機制的主導者 那但是國發會去要求說 各自的這種主管機關像陸政司啊等等 你去行政檢查的時候 就是要帶著書尾部去這樣 不然陸政司他可能不會知道說 跟科技或是說他這個帳號密碼啊 怎麼這麼說 相關的可能 他可能就是會去檢查他有沒有一個安全保護辦法 有沒有訂定等等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但是就是說很活躍的去說 國內現在已經有這些解決方案了 那你們現在要採取這個 那不然的話 下次說不定還有發生的可能 那這個就是包含我們的資安署產業署 部本部都有這樣子的量能 所以我們是很願意去協助 就是各自發生這個問題的那個主管機關 去協助他們這樣 那這邊的話就是想要知道說 那就是資安署跟就是 譬如說就是資安院還有數位部這邊 就是在面對類似的議題或是資安問題的時候 這個分工的方式 好 對 我們數位部負責的是包含我們全國政府機關 共同的一些系統 所以像TRO要導入零星人 這種有全國各自的機關之間 只能透過我們政府服務網來交換 而不能說自己燒個光碟什麼的 那這個就是數位部 因為它是全國政府機關的共同系統 那我們在資安署負責的 就是資通安全相關的政策的擬定 包含集合啊 包含確保說還有改善的計劃等等 那這個就是針對那個系統 那特別是關於我們的關鍵的基礎設施 我們國安相關的 當然也包含政府機關等等 這個會是資安署加強的去守備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民間的這些資安事故 導致的可能的各自外洩 或者是像格尚如果它是即時發現的話 它一定程度縮小了那個各自外洩的窗口 就是讓那一段時間縮短 那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怎麼樣去應變 怎麼樣子去檢核 這樣子一種比較個案式的技術上面的協助 這個就是資安院的工作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來分工 就是數位不是全國政府機關 共同的一些系統一些制度 那資安署是關於資安的政策 以及特別是重點的這些機關的結合跟強化 然後以及資安院負責的是比較廣的 包含全民的飲食的推廣啊 還有一些相關的技術的協助 對這樣就比較清楚 要不然我覺得民眾可能會有點搞不清楚 三個都是新的機關嗎 對 什麼時候要找哪一個部門這樣子 因為之前那個有立委就是有建議說 像這樣子的狀況 有沒有需要成立一個獨立專責的保護機關 還是說其實運用這三個三方這樣去做就夠了 因為這個是憲法法庭已經有判決了 說要在我記得是2022年8月開始算的三年之內 要有一個獨立的各自相關的監督的機制 那所以這個概念我們並沒有說就是我們就有獨立性 不是這樣子嘛 我們不管是書衛部或者資安書或者是資安院 都是行政機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不會是說好像我們就變成了行政機關 所以就變獨立機關 這段我可能重新講一次 好 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從資安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當然也有看到資安法有一些地方沒有完全的關下到 像剛剛講到資安署管的是關鍵的基礎設施啊 重要的這個國安相關的這些機關啊 但是像華航就不是在資安署目前自動安全法的規範裡面 那所以各自法管道的是比較寬的 資安法管道的是比較窄的 好 那當然華航像這樣子 是不是說民航去經過一定的程序 它可以納入資安署的那個重點的 就好像是關鍵基礎設施那樣子的一種機關裡面 這個資安署目前是正在往這個方向來演義 但是即使是這樣子 也不可能說全國所有的各行各業的 所有的各自的這種事故 都變成是好像關鍵基礎設施那麼重要 由資安署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按照憲法法庭的判決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獨立的一個各自的監督的一個機制 可能是一個機關來去做這方面的全面性的 也包含對於公部門自己的這個要求 那我們看國際上面不管是日本也好 獨立機關的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想這部分行政院已經很明確在研議 那研議這個的主責單位就是國發會 之前也有說他們會在一個月之內 給出這個時程表這樣子 所以我們說的還是 還是在剛剛這三個部門 用這三個方法去做就對了 但是也期待有這個獨立機關 對就是說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負責的部分就是去確保 他一開始最好就不要去過分的使用各自 或搜集各自或利用各自的這些像引碼技術 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說好像 我們數位部自己發動行政檢查 然後去說這個機關就一定得來滿足這個條件等等的 這樣子一種行政檢查的發起權 不管是在自安法或者是我們其他的組織法裡 都是沒有這個權限 那目前有這個權限的就是 我剛剛講到的不管是華航或者是Iran 或各上都是交通部 那交通部目前有這個權限 那但是目前國發會的設計就是說 那交通部有了這個權限 未來這些發動各自相關的包含行政檢查的權限 是不是像國際我剛剛講的那些國家一樣 要有一個獨立的專責的一個機關來統籌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方面它是全面的包含私部門部分大小 包含公共部門部分大小的機關都會處理到 那我們自己所做的就是剛剛講到在技術的部分 共用制度的部分以及跟國安特別相關的關鍵基礎設施的部分 去再進一步加強它的資安上面的防護 好 那再來就是想要 因為我確定說我們 反正台灣常常就是受到 像剛剛有講到那個中國這邊的訊息的攻擊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國科會 他在年就是今年的話 他會想要做一個開辦的這個聊天機器人 因為他們也有考慮到說 除了這個訊息戰之外 還有如果用了百度的那個的話 他會不會有一些偏見偏差 或說會不會對我們在這個假訊息戰方面 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去應對 所以你的新的科技又出來 可能他們對我們攻擊會更容易或更多 對 所以這個問題是說我們在這個應對上面有怎麼樣的角色是不是 對然後會有預期說因為這個聊天機器人出現 會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嚴重嗎 這個我們剛剛其實有處理到這個 就是說你現在變成非常容易去合成 不只是文字也包含語音也包含影像等等 那所以面對這樣子的新的情況 那大家要了解的就是 其實就有點像是除非你能夠全程確保他的消息來源 他的 其實這個完全跟新聞記者在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去確保消息來源的真實性 去確保消息來源傳到你中間這個管道 他沒有被破壞沒有被篡改等等 那然後你做出了就是查證之後 那透過一個大家都可以辨認是這個新聞工作者 而不是別人的方法去進行報導 而且去明確區分事實性的部分的新聞報導 那跟個人的一些意見啊社論啊等等 這個本來就是新聞業的行規嘛 那所以現在只是說全民都要了解這些行規了 因為如果不遵守這個行規出來的 大概都是合成的 現在就要有這樣子的概念 那所以我想健全的新聞業 就是確保說符合這個行規的工作者 他能夠有明確的高品質的報導的受眾 及有足夠的資源來接觸到這些受眾 包含新聞業本身的數位轉型等等 那這個就是數位部可以幫忙的事情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跟兩個主要的跨境的平台 那跟國內的這個新聞業 我們主持這個雙方共融啊 數位共融的這樣一個對話 那這個對話 我們的目的就是像剛剛講到 確保新聞業有足夠的資源 那我們第一輪是就是包含報紙雜誌電視台 這比較是既有的這一些新聞業者 那因為吳正宏政委在跨部會小組 聽了這些意見之後 他也指示說希望通傳會跟文化部也去找網路原生的 就是他並沒有紙本的部分也沒有電視頻道 的這些新聞業者代表 因為他們只要遵守這個行規 其實做出來的也是新聞 不能說他不是新聞業 那所以這個時候就才能夠促成說 是各方都共融了 能夠有更好的新聞環境 所以這個就是健全的新聞業的共融發展 這個我們則無旁待喔 這個對話我們是會持續來進行 應該是三月中就會剛剛講到的數位原生的這些新聞業者 就會有第二輪的對話 那除了剛剛講到的新聞業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確保有足夠的網路的資源跟頻寬 我們在還不像說烏克蘭的狀況 我們就會發現說如果他們沒有像Sarlink那樣子的方式的話 在他們的基礎建設遭到攻擊的時候 新聞報道是傳不出去的 它幾乎是完全就是很多地方是非常依賴地鬼微信 它才能夠把它即時的新聞傳出去 那就算你有當地非常強的新聞業 或者很多特派記者都到了那邊 你如果即時的新聞傳不出去的話 那同樣的就是這種合成的defake什麼的 大概就會瀰漫嘛 那你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用眼睛為平的方式 來發現說曾德斯基真的還在那邊 或者是他真的有講說這個不要給我搭便車 給我多一點彈藥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也包含去確保說 國內有700個以上的這樣子的衛星的接受點 那即時是我們海蘭發生什麼事故全部都斷掉了 那特別優先要在新聞業這邊 要能夠確保說有即時的跟國外能夠發外電 或者是甚至即時視訊等等這樣子的頻款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工作 對因為剛剛其實之前我們就有想說 有找了就是電視台的也有資本的 但為什麼我們沒有 對主要主要就是那個名單怎麼判定 因為我們並不是新聞局 我們並不是新聞業主管機關 所以哪些就是數位原生的媒體是新聞工作者 哪些數位原生的媒體是娛樂業者 這個我們並沒有辦法判斷 對那所以吳政委是說 那就請通常會的文化部來協助這個判斷 那這樣數位部就可以在第二輪裡面 納入這個討論 所以其實就是三月的時候 會開始第二輪的討論 那就是繼續收集平台跟新聞業者的意見 那如果說是媒體溢價法的話 也會同時進行 因為之前有說接下來新的一年 這個可能是一個重點 絕對是重點 就是說溢價加上常識狀財 或者是集體溢價 或者是著作臨界權等等 現在有很多選項 那我們如果預先就說就是這個選項 那等於就不是真的在對話 各方的意見並沒有非常充分的表達 那但是這些立法絕對都是選項 那如果這個立法需要一個主管機關 而既有的主管機關覺得他們比較不適合做 好比像說他們只負責認定 是不是新聞業者的那個部分 但是建構這個機制他們希望是外部來做 那這個我們則無旁貸 所以這個也是 嗯 還是說現在是還在蒐集資料過去 還是說已經有在 就是說第一輪當然有蒐集出一些功能的方案 那但是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需要第二輪是因為 有一些數位原生的新聞工作者 並沒有在第一輪的討論裡面 對所以我們至少會等第二輪這個蒐集完之後 那再提出比較具體的像你剛剛提到的 包含法制的話在內的方案 嗯 好 所以還是以先蒐集資料為主 就是第二輪的一定要先進來 好 那通常會那邊的話會像這個主管機關的問題 會再去做討論嗎 就是看說他們願不願意 還是說就是 書會部這邊來做 這個還也在討論中 就是要當這個立法的主管機關 對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如果最後是採取很明確的 像著作臨界權要修著作權法的話 那就會是著作權法的主管機關 或者是如果是競爭法的話 那好比像說聯合議價的行為 公平會那邊有一些想法等等 所以如果已經有明確的主管機關 採行那一個方式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提供這個對話平台 給這個主管機關來運用 那但是如果最後採行的模式 不是很明確的哪一個主管機關的話 那只要在新聞的認定 不是由書會部來做的這個前提下 那其他的部分是會不會都很明顯 那想問就是第一輪的話 到底有沒有提到說 應該是還沒有進行到 提到說要怎麼分論幾幾幾幾 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還沒有到給參數的那麼細 但是無論是Google還是Meta 針對說就是有共融的必要 然後有提出共融方案的意願 那以及他們願意協助國內的新聞業 來進行數位轉型 像剛剛講到讓新聞的受眾 能夠變多 而不是合成的訊息 這個他們雙方都是非常同意的 所以我想方向是正確的 那至於參數的部分 就是要靠我們第二輪進來之後 我們更確定一下 各方利害關係人都覺得說 好那這些都是新聞工作 那這些新聞工作的參數應該是什麼 才會比較明瞞 了解 所以還要等第二輪會比較浪漫 好那 再來就是想要問說 其實我們說就是成立到現在 就是其實成立前 就可能有一些質疑啊 或者是說 可能有一些供給這樣 然後 從一開始可能預算 或有一些人質疑 說不得定義嗎 就是不清楚他是在做什麼 然後到最近 有很多人講到說 不想就是點面線啊 或者什麼服務正業啊 這類的 那你就是在意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的心情 就是一路走來的先入歷程 有沒有被影響 我當然是很感謝大家提醒我們 包含我們的治安措施 我們的法令的配套 都應該要提升嘛 所以像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請資安署全面來檢視 資安法跟執法 要蒐集各界的意見 研究方向 包含說 擴大資安集合的對象 像剛剛講 可能滑航嘛 或者是強化設置資安長 或者是資安專職人員等等 這些都是因為各界 把近期的資安奉獻議題 很明確的提出了很多的想法 這樣子相關機關也好 利害關係人也好 這是民主社會的強項 就是都有一些 實務執行上面的意見 那又透過新聞工作者 把這些意見 蒐集起來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 很快的凝聚出 我們自己調整的 科興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 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是大家覺得說 那速度可能不夠快啊 或者是照顧 利害關係人不夠多啊 所以我們說 不憑則鳴嘛 所以就趕快來提供一些 見解等等 不過我覺得 我是很感謝 就是大家都很願意 一起來想這些事情這樣 所以不會說不高興 或是可能會有一點沮喪這樣子 倒是不會有這樣的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狀態 不管是各自然的狀態 我們的防護能力如何是一回事 但是我們遭受的攻擊 跟遭受的威脅 在全世界都很少有像我們這麼大的 那所以 當然大家在這個情況下 一定會對我們有更高的要求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是很自然的 不是說覺得是苛責啊 或怎麼樣 因為實際上我們遭到的危險 真的就是這麼大的 那想問 部長平常會去看 酸民的留言 都會都會看 提到我的名字都會看 都會去看 在看的時候都 所以因為 換電池 還是會用來燦爛 都會遇到 就像不一樣的 每天都會畫出來 在禁止 那裡 兩天都很精都有 很可怕 這就是 它是 它是 好 就用我們這一機的 韌性什麼的 溫暖堅韌 是不是好險 提供CC授權 很溫暖的 有了解很堅韌 就是在這種時候 可以拼韌 那就不好意思 沒問題 好 那就是對 剛剛就延續剛剛那個 就是不妨都會看酸餅的留言 那就是 因為有些他不見得是建議嗎 他可能是 就是攻擊啊 或那種的 很有意思啊 對 因為我是從2010年開始 在蘋果跟Siri一起工作 所以語言模型對我並不陌生 事實上當時在Siri Team 也有專門的找那個 寫劇本的啊 或者是寫詩的啊 來去想說 在這種語言裡面 因為Siri一開始不會講 那麼多種語言 在這種新的語言裡面 人家對你這樣子的一些 尖算刻薄啊 攻擊啊 你怎麼樣子 快速的 幽默的去回應他 因為如果Siri 跟你吵起來的話 大概就沒有人要 買蘋果的產品 所以其實這是 我們當時很有趣的一個工作 所以可能因為 跟Siri相處太久了 所以我現在不管看到什麼 我都是 有一種 原來原來文字可以這樣用 這個 又學到一種新的講法 原來可以這樣換句話說 就是那個語言的材料 又變多了的感覺 所以目前為止 大概我並沒有看到什麼 是會讓我心情不好的 我就會覺得說 原來又有一種新的說法 原來又有一種新的 罵人的說法 原來還可以這樣講 好酷 這一個很酷的轉念 對對對 因為這種網路發凌 其實是蠻嚴重的 很多人可能 他是沒有辦法承受 然後就 對 就可以造成他心理啊 或是說身心不健康的影響 但是其實 沒有 我相當享受 我覺得就是很棒 對 是不是會覺得 有些酸民的攻擊 蠻有創意的 很有創意啊 對 而且我也會想一些梗 在一面看這些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對呀 對呀 就是說 那我們不是只有產業術 可以點面相 我們還有任性思 可以點天線 在偏遠地區就有搜尋 之類之類 就是我覺得很有趣 神回復的部分 對 對呀 蠻酷的 那 那這樣子好像就沒辦法 本來想問說 如果遇到這種壓力 有沒有什麼紓壓的方式 但是 心情的轉換是一種 那我們有沒有 實質上 行動的部分 其實我看這些留言 並且去吸收裡面新的講法 這個就是我紓壓的方式 我紓壓的方式就是看大量的文字 所以反而是沒有研上的時候 我就比較沒有那麼多語言材料可以看 那這種時候我就會跑去看公文 那因為我們公文系統是以電子公文為主 所以即使還沒有簽到我這邊 只簽到可能司書長啊 或者是次長啊等等 甚至還在承辦人剛創簽創稿的時候 其實我每天都會至少把標題看過 很多時候會把裡面的內容都看過 那為什麼這樣 是因為 我不急著去踩嘛 到我桌上我才要踩試嘛 但他還在討論的階段 我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 我就可以像剛剛講到的 原來可以這樣子講 原來這是一個新的知識 我也不用急著做決定 那這樣就是非常紓壓 所以我如果沒有 就沿上的討論可以看的時候 我就會跑去公文系統看公文 就是用看字還減壓力 之前有看到說好像會冥想 現在還有這樣的習慣嗎 有啊剛才不是才從那邊出來 我剛剛就想跟修在裡面伺手 冥想 對就是說 因為我那個習慣就是可以快速的放下嘛 快速的把心裡面 你剛剛講到可能是轉念 轉念在一般沒有冥想的習慣的情況下 說不定還需要一點就是換個環境啊 什麼之類 那但是對我來講 只要能夠進入那個冥想的狀態 在任何環境都一樣的 那我就不會急著好像非得反應不可 而是會去品味 那種這個 我現在是有這樣的感受等等 我不急著做決定 原來有這樣子的新的講法啊 這個梗好像蠻不錯啊等等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心理的那個空間擴大 再去看新的事實 就好像剛剛說 這個第二輪對話的意見就可以進來 不會第一輪對話 我就很強烈的情緒 說我們就做這個決定 我就會想到說還有一些聲音我也沒有聽到 還有一些事實我還沒有看等等 所以與其說是冥想 不如說是我就是長期都有這種 先不跳到決定 先把感受先放下來 然後呢再去蒐集新的事實 這樣的習慣 那當然像那樣子督促的空間也還有幫助 所以剛剛講到 其實不見得它是要有一個空間 隨時隨時任何時候 隨時隨地都可以的 就自己願意放下來了 它就可以進行這個 沒錯沒錯 所以剛剛的空間是部長 平常最喜歡待的地方嗎 沒有沒有 這個這裡還是辦公室啦 我是走動式管理 所以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不管是產業署在新光 我們現在在研平 或者資安署目前還在院本部 只要需要我就直接去到哪裡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待在哪個地方 也沒有說最合適的地方 可以說是只要連的上網及網路 對我來講都是很合適的地方 哦 了解 可是這三個地方都會有一個類似這樣獨處的小空間 每個地方不一樣 不一樣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我不會一直待在這邊 然後把人扣來找我 而是說我只要狀態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好比像說我在這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車程上 我在車上也可以進入那個勉強的狀態 所以並不是到那邊再放鬆然後再討論 而是就是在通勤的路上等等 都可以把自己進入一個不及得下決定的那個情況 但是等到充分討論一波事實之後 那也不許是急不急的問題 而是這個決定很明顯的就浮現了 那浮現之後就趕快去做了這樣 好 了解 那再來想問說就是因為一開始 不管是這個就是創業者 那後來又入閣當了政委 那到現在當了就是說如果部長 覺得自己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或者說有什麼地方是覺得你有跟以前最大不一樣這樣 當然你講的這些是重疊的嘛 因為我2014年就已經擔任行政院的 就是V台灣虛擬世界發揮教師的顧問 後來也進了省略國教育科發會 那這些都是我海藝面就是在民間的時候就擔任的角色 所以我到政委的時候跟現在 其實也都還是在做類似內部創業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心態上的不同 那我想同樣都是引進這些新的做法 然後以身作則嘛 然後確保說同仁發現說 欸這個做法真的讓大家可以更安心 貢獻更少 而且呢也更安全 也就是可以讓攻擊方的成本更高 那而且呢也可以去確保說 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真的充分反映到 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那所以在這裡是相同的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可能是當了部長之後 利害關係人裡面立法委員的佔比就增加了 因為以前在政委的時候 比較不會需要去立法院的委員會 那即使是在院會就是總質詢的時候 政委也是在那邊提供一些想法 但是不需要真的上去回答 那所以就是比較是一個還是院長的幕僚那樣的角色 那現在的話大概就是要很直接的去跟委員解釋去說明這樣 但我是覺得蠻感謝的 因為這件事情就是剛剛講到自動安全 或者是推行這些新的創新的做法 所謂轉型 並不是哪個黨派反對的事情 所以可以說是立院的四個主要政黨 提的都是非常有建設性的意見 那這個是我很感謝的部分 因為差別最大應該就是資訊的部分這樣 但是我看部長也都還蠻平心進氣的在回答 但他提的都蠻有道理 就是都是真的想要我們好然後提出來的 那我最後是想要問比較是民眾個人部分 就是像剛剛講到這種隱私的狀況 如果說他這個民間企業他就是沒有提供 像剛剛的零信任的這個建構 我們可以怎麼保護自己 非常好的問題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確保在各行各業裡面 總有一些願意接受我們的輔導的 像我們自己作為各資專責機關的那個行業 就是電商平台 那這個就是我們就立刻就可以去問說 那是不是大家願意來引進 像剛剛講到的這些銀碼的工作 那或者是說如果之前也有一些資安事件發生 那是不是也能夠我們媒介一些資安業者 那大家來這個提升防護力 好像健檢那樣子 那而且也要加入我們的這個通報平台等等 那當然如果都不願意接受輔導的話 我們當然像剛剛講到我們並沒有強制力 不能把人關起來 但是我們可以公布誰不願意接受輔導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大家都很願意接受輔導 所以有一些之前高風險的電商 這個案件數在輔導之後就很明顯的 又減少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如果他之前有出過一些各資的一些案件的話 那我們作為綜合性電商的各資的各自發主管機關 那我們就會請他們來說明 而且要求先起改善 那這個先起改善呢 同樣的我們也不會說 好像你就是要改善 我們只看那個集合報告 我們也會媒介 像剛剛講到的銀馬 資安業者等等 甚至如果他們願意紅隊演練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找一些真正的紅隊 去試著做一些全面的見解 那所以這些都是我們作為綜合性電商的各自主管機關 已經在做的這些事情 那當然其他的部分 好比像說你要跳哪家航空公司啊 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你可以去跟那個各自主管機關 好比像說民航局也要求的 那我舉例像之前就是各界關心無人機 無人機在起飛前 是不是也有通過一定程度的這個資安的檢查 以免說無人機如果上面有空拍的功能 或其他蒐集各自的功能 那這些各自會跑到哪裡去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因為它是行動式的 又有蒐集各自的可能性的無聯網裝置 所以大家就覺得對民航局有一個特別的這種要求 那所以同樣的他們也來找我們 然後說你們能不能夠提供 包含核心晶片軟體的這種檢查的能量 那我們一旦建制了這個能量 可能三月開始建制了這個能量 那民航局就會反過來說 那你如果要起飛 從一些法人飛的很大型的 可以拍到很精細的那些開始 那就要開始通過我們社會部這邊 所建立的這個要求 所以雖然我們不是直接對無人機場上 但是各個主管機關都可以來參考我的這個做法 然後說我們量能建立了 那你要符合某些要求 我才讓你來做一些可能會涉及到各自走劫 那如果說是民眾隔人的話 那如果說是民眾隔人的話 他在使用這種ChashGPG這種這種 就是聊天機器的上面 他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不要把他的答案當標準答案 這個剛才有說 他是一個快速中整網頁摘要 而且很會換句話說的一個引擎 那只要了解他的這個特性跟局限 那我覺得在努力激盪啊 發想性的想法等等啊 或者是把就是聽起來比較枯燥的致詞 弄成從頭到尾押韻啊 這個是很好用 那但是如果誤以為說 他有掌握超過把網頁快速中整的 那種標準答案的推理能力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 好 而且我想再確認一下 所以剛剛副長說 你就是最近在那個演講或是致詞的時候 有發明的那個致詞告 就是丟出去 然後叫他去用押韻的方式 對對對 我最近有參加一個 Plurality Conference 那就是多元宇宙國際研討會 那在 我最近有參加就是一個 Plurality Conference 有預錄一段致詞 那這個Conference裡面 當然都是在做所謂的 共同在場喜馬普通 就是各自彼此不熟識或完全不認識的人 怎麼樣子去快速凝結出一些共識 然後確保說 這個共識凝聚出來的解決方案 可以是很容易的 在不同的 好像電信商喜馬那樣子 很容易從一個服務提供者 帶到另外一個服務提供者 那這樣子的話 就像在Podcast上面 你錄音的跟你聽這個Podcast的 可以是兩家不同的軟體 你就不會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你資訊發布在哪裡 你就受它的規則做制約嘛 好 那所以我們當然 書衛部在這方面有一些貢獻 但是以前 因為這個真的是相當學術性 而且之前也常常被說 這個就是全部聽完之後 還是很難有很明確的 除了像電信西馬這種例子之外 很明確的例子 所以我就請ChairGPT 把我們在這方面的一些工作 改成好像有一個Dr.Suss 這個蘇斯博士那樣子 明顯易懂的這個運文 那所以我後來就用這個運文去錄 給這個研討會裡面的一些朋友聽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他們有發現這個小巧子嗎 有有有 我有之前那個我們有一個Polis的設計者 那他就是在各方的利害關係的意見 可以快速中整成共同意見嘛 那但是他就發現說 他的工作在台灣的應用 我現在用運文的方式解釋 他覺得很新鮮啦 所以他趕快傳個訊息給我說 這個會場有人說 你是這個開放政府界的Dr.Suss 蘇斯博士 但是我覺得要讓全民的意識提升 確實是需要這種比較狼狼上口的 容易情境容易了解的 的這些做法 那只要最後的這個把關 事實正確性的把關 還是我們的專業工作者在做 或者以新聞報道來講 新聞工作者在做 我覺得就比較不會出問題 但是不要覺得說他隨便合成的 一定都是真的就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